二三三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络课堂 我们从这节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模块 管道 应该说呢 我们的市政专业 跟我们的比如公路专业 有一些区别 这个区别其实一个就是几排水厂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管道 其实前面道 桥 岁 这是公路和市政都在介绍 只不过公路考得更深一些 市政的面考得更广一些 但是公路里边它没有场站结构 也没有我们的管道工程 这是市政专业具有的 而且市政专业就是近几年 应该说近十年来说吧 管道考试也是每年都会涉及到案例 它虽然跟桥梁 甚至跟我们的近几年的道路比 还是不是一个量级 但是呢 它考试跟我们的结构工程雷同 基本上每年会有案例题 尽管一个案例题不是全部是管道施工 但是它会涉及 而我们的整个管道当中 它的内容啊特别特别的杂 内容呢非常非常的多 你比如有热力 有燃气 有几排水 有开挖的 有非开挖的 里边呢 涉及到的知识啊 特别特别多 好在它考的不是特别的深 关于管道工程 它里边啊 咱们的几排水管线 这里边呢 更多的是咱们的 比如混凝土管啊 包括什么 咱们的 HDP双米波网管 考核的比较多 而热力 燃气啊 考核的更多的是钢管 当然燃气啊 它还会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PE管 热容焊接 整个啊 管道里边 可以考到各种管道的连接 钢管焊接呀 热容连接呀 承插口啊 包括土石方啊 还有呢 我们的构筑物 比如检查井 雨水口 还有热力管道的啊 保温 燃气管道的防腐 各种管道的工程性实验 是不是内容特别多呢 初期的频率啊 跟道路激坑结构呢 持平 但是严格来说啊 它是比近几年来说 比道路 这考试的 这个分值啊 还是弱一些 总的来说 比道路甚至比激坑 还是要稍微弱一些 跟严格来说 跟结构是保持持平 内容呢 特别多 所以说尽管深度 不是特别深 还是不容易掌握 管道分类 咱们如果从用途进行分类 几排水管线 热力管线 燃气管线 那如果我要按照材料分 是不是可以分为 金属管和非金属管 那么金属管材 这里边又可以分为钢管 焊接钢管和球膜铸铸管 而非金属管道 这里边有混凝土管 还有这种化学管材 PE的 HDP的 不列钢管 好 这是按材料分 你比如说 我们的热力 基本上就是钢管 而燃气呢 就有可能是钢管 也可能是PE管 几排水 有可能是钢管 球膜管 玻璃钢管 对于我们的从施工形式上 可以分为 我们不开槽施工 和开槽施工 开槽施工的 开挖 基础 安管 气柱 回填 不开槽的 水平定量钻 汗管 顶管 开槽施工 包括放坡开挖 和有知乎开挖 对吗 放坡的坡度 维护 有知乎的 钢板装的 或者说 其他的那种维护形式 不开槽施工的 顶管 考过水平定量钻 考过 汗管 介绍了 但是没有考 按照设计压力 可以分为 我们的真空管道 低压管道 高压管道 超高压管道 按照输送 温度分为 一般热力里边 低温管道 长温管道 中温 高温管道 好了 你看 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杂 而且呢 管道这块啊 出题 我们有的时候啊 运气不是特别好的话 真正的这专家 对管道特别熟 他认为管道里边 常识的内容 很常识的内容 应知应晦 但是我们还可能 真不会 有人做桥 做了好多年 但是对管道 不是特别清楚 这就是什么呢 市政考试 有的时候 挺不耐的地方 在你那个专业中 的确是常识 但是如果没有 做过这工程 他真的不清楚 现在考试 动不动 教材中 没有 所以说 咱们需要将一些 常识的内容 了解一下 好 这就是杭管 杭管呢 考试 近些年考的不多 但是早些年啊 十年前 比如 2011年 那考的 真的是淋漓尽致啊 后期又快 快该考了 可以考什么呢 焊接 除锈 防腐 保温啊 这些点可以进行考核 球猫铸铁管 这里边呢 它主要是 最主要的是 挤排水这块用的 考核主要是 什么材料的检查呀 密封橡胶圈啊 包括它的安装要求 在我们教材有介绍 但是呢 这里边分值不会特别高 尽管用的很多 而我们的HDP双臂光管 现在的排水管道 几乎啊 小管道都在用它 化学管材 相对而言 施工速度快啊 管道呢 也比较轻便 那么HDP双臂波红管 它实际考试 考的也是一样啊 什么管材呀 橡胶圈的检查呀 安装要求啊 包括我们的钢筋混凝土管 钢筋混凝土管 也是一样 考核内容呢 跟HDP双臂波红管一样 考材料啊 考你的安装要求 好 还有这种P管 就是咱们的燃气和集水呀 中水呀 这种有压管考核 可以考到咱们电容连接啊 包括管口的检查 这个知识点 二件考的还是比较多 一件目前考的不算太多 好 还有钢筋混凝土 起口管 顶管可以采用 教材介绍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考试 它是可以考出来 好 各种管材 咱们应该脑子里有数 同样在介绍我们的集排水管道 咱们也是把相应的规范啊 GB50268-2008当中介绍的内容拿出来说一说 集水排水管道工程 它的分项分布单位工程的划分的这个表 这里边注意啊 呃 我们的分布工程呢 你比如土石方 它就是一个分布工程 那么土石方里边的分布工程 对于管道 钩槽土方 鸡坑土方 咱们真正的涉及到管道啊 一般就是钩槽土方啊 它的分享工程 钩槽开挖知户回田 这属于土石方这块 而我们的管道啊 这主体工程 这里边呢 呃 比较复杂 对于分享工程 我们预制开槽施工 预制管开槽施工 在这里边 管道的基础 分项工程啊 管道接口连接 管道辐射 管道防腐 当然管道防腐啊 基本上就不是我们的混凝土管 和啊 化学管材 一般都是基础管材 啊 包括阴积保护 就是管道防腐 阴积保护 一般都是基础管材 对于呃 非金属类的 一般不会涉及到 好 这里边咱们要注意 呃 那么管局啊 管廊啊 这些 从我们考试 它尽管管廊 可以考到 但是考它的这个 飞向工程啊 你如果真正考到 你就靠着结构啊 无外乎 它的磨板 钢筋混凝土呗 真正考它要知道 至于后边啊 管道那个不开槽施工的 什么顶管 动垢 爱挖 定向钢签 汉管 这些呢 说实话 它考它的飞向工程的 可能性概率 还真的不是特别高 啊 这个呢 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 比如咱们定向钢啊 汉管这些 也可以去看一看 从概率来说 不是特别的高 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这个验收坯 也就是检验坯 检验坯 你比如 对于土石方 沟操的土石方 跟后面都是这个验收坯啊 对应的 你比如管道啊 管道的这个安装 预置管进行安装 那个管道基础也好 接口也好 管铺射也罢啊 这里边可以按流水施工的长度 排水管道呢 可以按井段 集水管道呢 你就直接按一定的长度 连续施工段啊 哎 呃 其他便于过程质量控制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管道这里边验收坯的坯字 是字形去定啊 可以按这些方式 但是如果真正要考 往往就是排水管 为什么呢 按井段啊 按井段作为验收坯 呃 对于我们的不开操事工 考试出现的可能性概率 真的比较低 有人说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表呢 书上又没有 对呀 2010年 我们书上也没有 考试考到了 2014年 那个桥梁啊 分布分项工程检验批 书上也没有 他也考到了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考试光是分布分项工程检验批 2010年 2014年 2020年 二件在2020年 2017年 也都在涉及 外乎道桥管 还有结构 这几部规范 我们拿出来要说一说 而真正的容易再次考试考到的 其实就是附属构筑物 这个在我们教材上是有的 管道的附属构筑物有什么呢 有井史 鱼水口及支管 还有支堆 井史啊 它是线胶混凝土结构的 砖气结构的 玉制拼装结构的 这种井史 它的验收批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同一结构类型的附属构筑 不大于十个 这个就可以 也就是说 一座井史 唯一一个验收批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只要愿意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 十个井史 唯一一个验收批 可以 十一个行不行 人家说 同一结构类型附属构筑 不大于十个 也就是说 小于等于是可以 包括鱼水口啊 支连管啊 支堆 后面 咱们会简单的梳理一下 好 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管道的这个图 咱们知道 真正的市政考试 有很多人 我真用功了 我投入很多的精力 所以说 在考试上 好多人说 我找到了久违的挫败感 为什么呢 比如我考一个建筑 考一个基殿 我不好好学 没考过 我稍微的背一背 我就考过了 这个叫付出与收获成正批 但是到市政者 总感觉我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市政的考题 跟我们学的内容好像不一样 比如现在考试大量的题目是图形 而我们教材中没有图 如果你总是认为教材给它倒背如流 就一定能够通过这考试 未必 当然你背的就是把这教材掌握得非常到位 基本上能通过这考试 毕竟大量的分数在这儿 但是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分数不在教材 比如图形 我连图都不知道 我都看不懂 怎么能通过这考试 所以说在真正的管道 看没看到我们的2021年 命题人已经耐纳不住 在管道这儿出图形 那么在管道这个位置出图的时候 咱们就得知道 现在给了你一个剖面 那后面呢 18年露出来 21年出现 那后边就有可能出管道的那些 相对而言 我们必须要知道要熟悉的管道纵断 现在图形题是不是叫做什么呢 是主流 管线中最主要的图形是什么呢 我们的纵断 除了纵断 还有什么开槽的断面啊 管线基础结构啊 警示啊等等 后面我们都会 一一的把这些图形拿出来 给大家 咱们去梳理一下 这就是一个管道的典型的啊 纵断面图啊 整个管道的一个纵断 这个图呢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刻件这块 如果用手机去看呢 看不太清 我们呢 给它结成一块一块的去看啊 我们讲一讲 当然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 或者说跟我们的施工单位找一找管道纵断 首先得明白管道的纵断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图呢 其实在我们的教材上是有的啊 在教材上的确是有 只不过呢 在管理部分啊 现场 施工现场管理 那部分呢 后边一个案例 但是它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晰 我们在这里边先给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管道纵断面图 这里边呢 就是这啊 下面有很多人呢 看不清 好 咱们给放大 管道啊 纵断面图 这是一个鱼水管道的纵断 那么纵断一定记住 但凡是我们的纵断图啊 不管是道路还是管线的 只要出 它一定会这有比例 不是说就是一比一百一比五百啊 它这里边横向一比一千 纵向一比一百 什么意思 我同样是画这么 比如 呃 比如说是两公分 但是横向 我这代表多少呢 我这代表着啊 如果一公分长啊 就代表它是一千倍 而纵向呢 注意纵向呢 这个代表的是一百倍啊 这是不一样 纵横比例不一样啊 呃 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 你就想一想啊 我们真正的画一个管道纵断 那个距离动不动几公里 你都是同样的比例 你那都看不到了 注意啊 你那个是连管道的 你看都看不到 两根线贴的非常非常紧 比例 它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纵断图 道路也一样 管线也一样 好 我们就一一的解读一下 这个 这个里边 第一个 管线当中 这有一个叫道路的 装号 大家注意啊 在管道当中呢 实际上管道北深 不管是雨水呀 污水呀 它往往都是有自己的里程装号 这个如果这个设计图 呃 比较严谨的 它有自己的里程装号 呃 然后呢 咱们的施工都是埋在道路以下 所以这个管道呢 都有你这个里程装号对应的道路里程装号是多少 比如你这个检查警这个检查警的里管线里程装号对应道路里程装号是多少 它会有 呃有的呢 有的呢是管线的里程装号对应道路的里程装号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设计人员就图省事了 在这个位置呢管道的里程装号他就不做了啊 他单纯的就是这个比如检查警对应道路里程装号是多少直接标一个他就可以 好 这也就不用特别的较真儿 但是有的图有两个 有的图呢 他只有带着道路的 这里程装号大家一定注意 你看这是写的啊 什么呢 叫这是一个检查警检查警之间的啊 这个检查警一般的给的都是检查警这个位置里程装号 但是这里边并不像我们前面说的里程装号 如果正常的应该叫K3加460.000M 这里边人家不这么写 这叫施工中的常识 我们不排除命题人 他就是一个施工现场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技术人员 他在现场经常这么习惯了什么3加580自加621 经常这么说前面不加K后边不加M 但是只要是前面加号前面是个整数 加号后面啊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数 这种他就叫里程装号 3就代表着3公里 后边就代表的是米 这个大家一定得清楚 里程抓号不会 后边我们考试不管是市政还是公路 没方去考 这个大家一定得清楚 像这些呢都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检查警的这个位置 你比如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雨水的16号检查警 这就是雨水的17号检查警 这里一定记住检查警带着Y就是雨水 如果是W就是污水 当我们在图形当中啊 你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用汉语拼音去拼啊 雨水污水啊 包括咱们什么预制梁啊 一般的啊 预制呢就是Y 什么线交的呢 X这个大家一定得知道 用汉语拼音字头去拼 在图上就能大概知道 好了 那么16号检查警 它的里程庄号是多少呢 啊 16号检查警是3加470.000 17号检查警里程庄号3加523.390 好 第二个 附土埋身 管道附土身 一定要知道啊 附土身 如果在我们的案例题 让你计算这个蛙身的时候 你得知道 他给的是附土身 代表哪到哪的距离呢 如果在道路下面 就指的是管顶啊 管顶到地面为附土 如果他这说的是埋身啊 埋身是指管底管外底啊 就是沟槽底到地面 管底到地面为埋身 管顶到地面为附土 这是一个行业的规矩啊 考试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 当然如果他给你啊 下边的流水面高层啊等等 这你就好算了 但是就怕他不给你 直接有一个啊 什么管道的外径是一米的 然后附土是多少多少 最后让你算这个沟槽开挖的土方量 有可能 你得知道 好 后面就是检查井编号及尺寸 检查井编号啊 这个前面说完了 而我们后面尺寸 这个尺寸是什么呢 只要但凡出现 1100乘2100啊 1100乘2100 这代表是什么呢 这个代表我们的检查井为巨型的啊 巨型检查井 除了巨型检查井 还有圆形的啊 还有那个扇形的 但是这里边是巨型的 巨型的检查井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两个数 有人说哪个方向呢 你就记住 只要是1100跟2100 一个大 一个小 记住啊 小的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是巨型检查井 就管口 管道的管口到管口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一定是小的这数字 而大的呢 是什么呢 大的这个数字 是指我们的整个 跟管道直径方向啊 跟管道直径方向平行的 沿着管道的直径方向 或者说垂直于管道走向的这个方向 而这是沿着管道走向方向 管头到管头之间的距离 好 呃 再往上呢 这里边啊 是平面距离 这个平面距离指的是什么 注意平面距离 53.4 这里边要知道 是这个检查井的井中 到这个检查井的井中 中到中之间的距离 一定记住啊 检查井中到中的之间距离 你看 用这边的里程庄号 啊 523.39 减去 470 啊 是不是正好就是他这个53.4 有人说那怎么不一样啊 他这个距离就给你直接保留了 一位小数啊 应该是啊 53.39 但是他就保留一位小数了 好 这个在我们2021年考试出现了 但是这个检查井 跟我们前面这还不一样 因为那巨型检查井 巨型检查井 它的这个井中啊 正好在那个正中间 而我们这种是专器的原型检查井 专器的这个原型检查井 这里边考核一个计算叫做什么呢 哎 你这个两井之间十铺管道长为多少 有人说这不是K1加120 这边K1加160 那我们用160减120 这不就是一个40米吗 注意 人家问的是什么呢 两井之间十铺管长为多少 不是井中到井中 当然这里边也严格来说 这是也不是井中了 这是我们的检查井的井口中 井口中这种偏心收口式 它也不是正式的井中 但是呢 你要看清楚 不是正式的井中 能不能计算 能够进行计算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边 我们的管道 注意在这个题当中 管道的直径是多少呢 管道的直径是600的 而我们的检查井 这道题 它给出了井室的直径是多少 井室的直径 是我们的正好1米 那么井室的直径是1米 在这里你看啊 那这个1米呢 呃 注意啊 算的是管与管之间距离 那你看啊 这一边 它的是多少呢 是我们的700 而700的这一半是多少呢 是350 那也就说 从上到下 这个位置也是多少啊 350 那这个1米的井室 这一边是不是就等于650毫米 这边是650 这边350 好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边是650 而我们这边是350 是不是相当于中到中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知道 如果是井室到井室的这个距离 是40米 而我们这边减去一个350 而这边减去一个650 减去一个0.35 减去一个0.65 好了 那之间它的这个距离 就等于减去1米 是我们的39米 有人说了 说这不对吧 为什么呢 你这里边有坡度啊 这边2米 这边2.12 这个坡度是多少呢 是12公分 40米 大概40米 12公分 你这个斜长 跟你这个水平距离 它不一样 好 如果啊 这个坡度特别大一点 还好 但是你可以进行计算一下 12公分 0.12除以这40 你看一看啊 用勾股旋进行计算 你会发现斜长 跟我们的直接距离啊 连零就是属于是1毫米到0.1毫米 那么你说它可能不可能是让你考虑的斜长 不是啊 坡度很小很小啊 一个管啊 0.1毫米 我们又不是造原子弹 这里边绝不是在考它 第二 有人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说你这个图啊 它是一个泡面 它也不准呢 这里边是有问题 你说了直到这是一个直径一米的啊 我们的检查警 那你这管是不是得伸到警室当中一部分 搞工程的在这就出现问题了 注意啊 检查警的的确确 这管头到管头如果巨型检查警 你就是到井边抹完面的之间这个距离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对于我们的原型检查警 这个井之间的这距离啊 绝对还真不是我们的管头 就是井边到井边 这个还真不是一米 那这个距离是多少 这个距离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我们通过这个图咱们计算 这是检查警 这是这个管 大家可以看 这个管道啊 是不是伸到井室当中一定的距离 把这个管我们抽出来 是不是这有一定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是多少 是井检查警 井室的这个半径 这里边是管道的啊 半径 那么注意这个距离 我们要知道了就可以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计算 通过三角形 二的平方减去啊 井室半径的平方 减去管道半径的这个平方 哎 然后再开放知道这个距离 而我们这部分 这部分距离又是什么呢 这部分距离又是R 所以R简直它 就是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能够给它计算出来的 但是 在20 如果是在我们的2021年 你要是真的说去计算它 这管伸进了多少 六百管一米紧伸进来多少 再去算 又考虑的多了 市政考试永远记住 记住啊 市政考试永远记住 它考的东西并不是多严谨 并不是考的多深 你如果真要那样去计算 你就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走偏了 我们有的时候 他没有说啊 这个管头 这个距离 在图上甚至绘制的 也不是很严谨 明明是不可能这样的 但是他又没有明显画出来 你就不要去考虑 这是我们市政做题 好多搞工程官员人士 把这题做错了 算出这个数啊 跟我们这不一样 不是这简简单单的39 所以说 是因为你做的 的确你对不对 你做的是对的 拿分吗 没有拿分 你考虑的细节太多了 考虑了坡度 考虑了管头 这种呢 就是考虑的太多了 所以说 把明明简单的问题 搞复杂了 这如果是公路专业啊 如果他考试 往往他会考这些细节 考得很专业 甚至公路啊 人家考试的时候 把题目呢 会说的清清楚楚 但是市政永远这么 有点模糊 这的确也是对市政不公平啊 但是他绝不是为了 让你说这管头 这边多加个两三公分 那边多加个一两公分 不是想考这些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图啊 这个除了管与管之间的这个距离啊 这里边我们继续看这个纵断 纵断呢 检查警编号往上平面距离 管径以及坡度 这里边啊 咱们注意 坡度呢 在排水管道 如果你的管道的直径比较小的情况下啊 直径比较小 它的坡度可能会出现百分之多少 但是管道的直径一般到八百以上吧 不会有百分之一啊 都不会有 都会出现千分之 当你管道直径特别大的时候 你看啊 它是千分之零点八 百分之零点零八啊 万分之八 为什么这个坡度这么缓呢 大家想管道的直径越大 排水管道啊 管道的直径越大 它的坡度越小 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的管道里边的流水 是不是它有很大的势能 如果坡度 别千分之零点八了 一米五 千分之八 一千米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差了八米 你想下雨 那么水一来 对下游的所有的检查警 这些购注物 它的冲击是很恐怖的 所以说排水也好 排水的雨水污水 管道直径越大 坡度越缓 一般情况啊 我们的坡度也不能说 无限的变小 它还得保证它流动 你比如一般的管道啊 直径两米两米二的 也就是万分之五啊 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管道直径比较小的情况 可以是什么百分之一啊 甚至千分之三呢 有的到小管呢 百分之一 因为小管呢 怕沉积 所以说它坡度大一点 大管就不行 再就是呢 我们这里边管道写个D1500 这个D1500到底是指的内境还是外境 有的呢 它写的比较清晰 比如很多的设计院啊 很很清晰的 这个管道后面我们会知道 管道的内境和外境在排水上 GB50268啊 里边规定不一样 管道的真正的外境啊 用DO 管道的内境用DI 那如果就给你一个管道的D 它一般是指管道的内境 因为管道的内境跟外境 它不一样 差一管壁 尤其那大管道混凝土管 这是管壁后就十几公分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一般是指管道的内境 好 设计管内底标高 设计管内底标高 有的时候呢 它说管内底标高 有的时候这么说 有的时候它不这么说 它会换一个名称 叫做流水面 流水水从这面上流 就是管内底 而且大家一定记住 管内底啊 是指排水管道啊 它给出的标高 有的时候没有说 没有说 它就说标高 也指的是管内底 有的时候 它会说流水面 也指的管内底 就是它提或者媒体 只要是排水管道 说到标高 都是指管内底 这些规矩 大家一定得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 命题人不是十分严谨 你得能够清楚 从哪进行在计算的时候 怎么进行计算 好 这是给的相对标高 但是实际中啊 往往不会出现 得付多少多少 相对标高 都是什么呢 它会给你绝对标高 就是海拔 比如北京地区 什么39.5啊 42.1啊 是这样给 好 在我们的图上 大家可以看 还有后面这个点 比如啊 这是我们的 这是一个管道 啊 看着这个管头 这是一个管头 第一个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管头怎么这么别扭啊 我看这个管头 怎么是椭圆 管不是应该圆的吗 有人甚至说啊 这管是从侧面 是这么一个方向 我看管头 椭圆不是 再回想前面 我们是不是这个 呃 纵断 纵横比例差了十倍 啊 纵横比例差了十倍 所以说 一个管头圆的 在纵断上 你就会看到 它是椭圆 差十倍 有人又提出质疑 那不对吧 你这如果是差十倍 应该比这又狭长 啊 这个时候一定注意啊 管内底 它是固定的 剩下在这个方向 它还真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接近于示意 就不能真的划成啊 一个差十倍 如果那样的话 你这个管就没法看了啊 基本上没有差十倍啊 到真的没有差十倍 但是呢 只要是椭圆 就能够代表管内底的位置 应该是一样的 在这里边 还应该知道啊 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在这个下面 有的它写 有的不写 比如 一点六 这就是管内底标高 而我们这里边 EW-YD400 这个D400 就是指的管的内径 而我们Y呢 就是雨水 这里边代表着什么呢 这整个是雨水的一个主线 这代表着雨水支线 内径400 流水面 就是到跟检查警接的衔接位置 流水面标高 是1.600 那这里边EW 它是什么意思 注意 EW 它是指的方向 因为你管道 有南北的方向 有东西的 那么这里边代表着 我的雨水支线 东西方向接入 内径400 与检查警 衔接位置 流水面标高 1.600 大家一定记住 我们这些是什么 是石图 真正的这些 是教材中没有 但是在教材中 没有的这个支点 在试卷中 它是能够出现 而且未来在试卷当中 他非常喜欢考这些支点 那么对于这些支点 作为我们在管道工程学习之前 一定先脑子里有一个印象 记住啊 有的时候背 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能够通过这考试 有很多人书 注意啊 没怎么看 然后呢 考试呢 结果他神奇的发现 也没考过 但是离这个真正极客线 也没差个十分八分的 八十八九 九十一二 结果啊 他就盲目认为 哎呀 我太神了 你看天天看书的 他也没考过 没比我高两分 我没看书 注意 你没看书 是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啊 他有大量的题目 就是考到你施工现场的常识 但是你要真正想考过 你就容易了静下心来 把这个教材梳理 因为那教材那部分分 你拿的太少 而有人也是没有通过这考试 但是呢 他是教材学的特别熟 选择题考了三十五六 依然没有通过这考试 那么他没有通过这考试 关键点在哪啊 他是对于现场的实图 工序质量通病的问题 他是一窍不通 他只是把教材这个知识掌握了 这部分人学习 不要说哎呀 我还是输背的不够啊 不是 你是现场了解不够 你对于实图这些图 对于工序工法 你熟悉不熟悉 这部分能不能再多拿一些 如果这部这个点上你有突破 你就上了一个坚实的台阶 所以说同样是没有通过前一年的考试 不一样 有的人需要静下心 回归教材 有的人需要走出去 看图 看工序 看质量通病 了解施工现场 一定记住 别学反了 没有一个公式啊 说我如何如何就能通过这考试 你得先知道 你真正的缺的是哪一个方向 一定记住啊 针对自己的短板进行补强 这才是咱们应该做的一个学习的规划 好 另外呢 对于我们管线基础断面 这管线啊 基础呢 有的是这种钢性基础 一般的都是混凝土平口管 或者成插口管啊 也有做这种钢性基础的 下面叫C1 上面叫C2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C1啊 又叫我们管道的基础 或者叫平基 而我们C2 就是管理以上这部分 也是交注的混凝土 这C2的混凝土 叫管座 也有称之为叫包风的 一定注意啊 管座 或者叫包风 考试 如果真的问你这部分叫啥 你得写上叫管座 括号 包风 管道的基础 括号 平基 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 沙电层基础 沙电层基础 下面也是说C1 上面C2 但是这个材料 就都一样了 沙基础 然后后边是沙电层 进行回填的 这里边更多的是排水管道 而对于有压的集水管道 热力管道 燃气管道 它这个对于管道基础这块 一般考试出现的可能性啊 概率都是偏低的 好 咱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呢 PPT的内容真的特别少啊 不多 但是呢 考试这里边 从这里边衍生的点 可是真的特别多 比如我们没有讲到的那警使的图 考试能够考到吧 包括这种纵断啊 剖面啊 考试容易进行考核出来 咱们一定注意啊 这里边抛转语 我们拿一个图 你可以找出更多的图 好好的看一看 一定要对这些图形要熟悉 对于管道的这些常识 你要脑子里有数 好 呃 这节课的内容呢 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后面我们就把关于管道的啊 包括它的一些安装啊 焊接呀 热熔啊 包括我们的警使啊 包括咱们的焊接呀 包括土石方等内容一一的分为专题进行介绍 一定注意我们的课啊 是一种深度经讲 是用专题模式 并不是说依据的教材 当然有的内容是依据教材 更多的内容我们不是完全依据教材 比如这节课的内容基本上教材中就没有 但是考试他真的考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的内容 咱们下节课的内容 但是六种课程 都会让我们下节课的内容